我觉得重复前人的作为对我而言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环境跟人物的关系是我特别注意的 你必须得不停地拍 在没钱的情况下你还得不停地拍 他的最内心的东西被你记录了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延续的故事 我们走的是牛肯定喜欢冰沙不表儿 你不是呢 就两个人大眼灯小眼了 真来又插出来这门毛病那门毛病的 每天也走 这是两个人 在她的房间再开始 没有二位 他们的感觉 用到处理的感觉 非常扰心 这个人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尤其是和视频 我们的感觉 因为能够感受到重要的性格 要response 需要我们的感觉 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我拍摄 我更多的是在观察 我想观察他们的 他们的心里想的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他们希望得到 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我是在观察 其实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更多的是建立起 我对他们的理解 我是可以要做到去理解他们 你要不理解他们 你就很难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沟通 他们大多时间住在板坊 经常在他家待的时间 会比较多一些 经常在一起喝酒 跟这个男主人公 这一点倒是拉近了 我跟这家人的距离 就是说 你必须要跟他们 尽量的一起多参与他们的生活 已经慢慢的 就不仅仅是一种拍摄关系了 就慢慢的成为了一种朋友关系 或者说更进一步的 就是到后来成为一个 像亲戚一样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跟叶侯梅一起去医院 什么什么的 我会感觉到这个母亲 是非常艰难和伟大 我会给她提供 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方说 那么她需要 吃很 喝很多豆浆嘛 特别新鲜的豆浆 但是呢 那个阶段 那种有些 他们的京剧比较拮据 我就买了很多豆子给他们 就类似于这种 这种生活上的互相的 这种支持吧 就做了很多 再到了更长的一个时间段以后 比如说拍到一年多以后呢 就更加的亲密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 太多的这种拍摄的 就是见外的东西了 包括生孩子 那么 生育 手术室这种东西 都能够拍到了 但是就是在那个 手术室里 当时对我来说 有个极大的一个情感震撼吧 等到这个孩子 这个从这个母妇里 这个被抱出来 那一刹那 就是那个孩子的 啼哭声 一传来 我就特别的那个感怀 真的是很感怀 就是 就是确实是热泪盈眶 我一直很觉得很奇特的 就是一个母性的力量 有多么的强大 能支撑她去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生育一个孩子 而且要吃很多苦头 打针 吃药 奔波 高血压 甚至影响心脏 等等等等 甚至还有很多后遗症 生育孩子 就我 我一直 就通过这个拍摄的过程 我就 更多的去理解了 母性的 她的力量 有多么强大 因为 我的母亲也是 生育我 那个时候是她身体最不好 可能流血最多 昏厥 昏厥在 好像昏厥了一整天 还是两天 后来被抢救过来 就是那种 这个她是经常提 那后来到我长大懂事以后呢 我就会经常看到她 那个在工厂里劳动 就背那种特别沉的那种 石灰啊 那种 那种 劳动 而且特别脏的那种环境里边 干那些活 后来家里还开辟了一块菜地 在一个附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母亲就是 就是种那块菜地 背着那个 那个特别沉重的那些 那些树枝子啊 去扎围栏啊 这些东西都深刻的 烙在我的那个头脑里边 就是她会像一个画面一样 我会 我会不停地会想起这些画面 所以我就 我也在理解 母性这个角色 它到底是什么 它意味着什么 联合制作的这个难度呢 可能更多的是 是交给维超去解决了 怎么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又能保证拍摄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独立纪录片嘛 它不是说你 等你抽好了钱 再来拍 那不是这个概念 你必须得不停地拍 在没钱的情况下 你还得不停地拍 活着就在当年 这个广州纪录片大会上 就引起很好的一个反响 就是很多国外的这种买家 评价都不错 而这个项目不错 他们被 至少他们完全理解了 他们有兴趣去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 关于生命延续的故事 在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和种族 都会遇到 就是相似的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打动了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买家 其中最被 我认为最被打动到的 或者最最最最先 被打动到的是NHK的 那个节目编辑 因为我们在 阐述完之后呢 我们就吃工作餐 然后我就跟那个 NHK的节目编辑 金村严一先生 坐在一起 他就主动地跟我聊起 我这个片子 那么他认为这个故事 可能在人物方面 他提出一点小小的想法 供我参考 他还拿一张纸 从餐桌上拿一张纸 给我画 我就觉得 NHK这个 这个节目编辑 对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兴趣的 一直到三个月以后 当我们有了更多的拍摄 更多的素材 片花 拿给他以后 他才有了这种合作意向 那是在香港的另外一次 市场活动上 为超促成的 其实从这个片子的推广发行的工作来说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分国内和国外的两种 两个板块 两个内容啊 国外呢 我们委托了一家 著名的纪录片发行公司来完成发行的工作 那么会从几个方式 几个渠道 电视播映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比较适合在电视上播放 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电视观众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一些影院 一些艺术影院 我想欧美的一些艺术影院 会争取上映的 还有一个就是网络和DVD的发行 也会在之后会逐步的推开的 所以说 这样一个中国的独立制作 从制作层面上 它还是独立制作的 融资呢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 我相信它会在明年 后年就在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看到 所以说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的纪录片 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愿望 我认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不可能按照15年前或者20年前 中国纪录片人的制作模式 做片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走更多的新的道路 因为我觉得重复前人的作为 对我而言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前人十几年前就在这么搞了 我们十几年后还在这么做 那么中国的纪录片什么时候能够发展呀 下一本作品已经基本上做了一多半的 就是那个在城市里奔跑 这个是和那个上海电视台 即时频道 他们来投资的 这个项目拍摄的一个是 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农民工 他反抗拆迁的故事 这次这个片子就比较注重摄影 特别注重空间 电影的这种感觉 景别 应该会比 我认为会比活着的某些段落 这种电影感要好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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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